如果我能变得更好看 我为什么不呢 我整容整了8年了 记不清了吧 几十次 光身体下来就得有个十万吧 这两年就开始分期带宽 趁着年轻赶紧没起来 不然的话等你有钱了 摆丑好几年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所有的人都做了位置 只有你没有做 你肯定会被人甩下一大姐 其实这个社会还是比较残酷的 那你觉得是社会比你的吗 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目前现在社会 整体的这种取向就是 男人不需要太美 但是女人一定要美 女人的脑子里就是变脸变美变美 购物购物购物 男的肯定不是这样 男的最重要的肯定不是脸 我也不靠脸 男性要付出同种的劳动 然后你还要负责把自己变得美美的 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 这个社会能够平等 社会本来是个东西 自古以来 从中间社会到奴隶社会 到动物都不是一样的 猴子往前 在一样猴子的时候 可能会选长到汗 或身材好的 母猴想让哪个公猴子 跟他在一起 肯定取决于公猴子 是不是最能打的 如果现代社会的话 就是这个男人的金钱和权利 想变美先变鬼 不管是你金钱上 还是承受的痛苦上 以及可能不理解的人 对你的这种异样排斥 能整容的 真的是对自己特别狠的 你看我这边还有什么 上瘾是因为牵移发动全身 某处做了一个变化的话 你其他地方也要做相应的 第二就是某些注射物 它不是永久的 这样的话 你每隔一两年你就要去补打 你要把你的美丽维持住 水光这个东西就像月经一样 如果你负担得起的话 就一个月打一次吧 你看你的一看就是 超级网红脸 韩式的这种小翘鼻 还有八鼻眼 欧式大平行 我觉得自己不是网红脸 网红脸是那种 随着时代的流行 它会变化 就是人的脸跟面具一样 我希望自己变得更美 更精致 但是不希望自己变得 像一个假人 美是趋同的 就在任何一个时代下 你认为你找的是一个 最独特的美 其实美实际上是一个 时代情绪 你看我做的其实比较自然 如果我不告诉你 我全脸党都是褚脸 你看不出来吧 在这个时代之下 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大家都希望 有一种人畜无害的样子 所以大家都会去弄 偏自然戏的这样一个风格 叫做处女脸 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美是趋同的 你很难跳过时代 那是最好看的 我就是害怕太高了 就差一点点 不假 就差一点点 我是觉得就是 我永远欠一点 不那么完美 有点小瑕疵 也不要那么假 也会因为我美 就也得到过职场的便利 也是一次在面试 那个董事长 之前面试的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的英语专业水平比我高 但是HR说 就是我们董事长 就是想要一个 瓜子脸的 所以她找我 你不认为你 那你去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整个企业 这么看脸的话 不太利于发展 就是把外贸看得比能力还重要的 这个观点价值观我就不认可 就是我觉得三观症跟五观症同样重要 哪一关都不能少呀 看脸是人的本性 只是我们就受这个风景主义的这种约束 一些道德强加在人的面前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打破的 你看得出来她是什么 看不出来 我跟刘强东一样 脸毛 男人口口是说自己脸毛 那么刘强东怎么不去取奉剑 他要去奶茶 他并不是 他就喜欢那个天然丑的你 他是喜欢素颜也很好看的你 他是喜欢整容整的 没有一丝痕迹的你 我觉得男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 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肤浅 我对美的看法是一种心灵的感觉 就心灵的感觉 就是我有心动的感觉 我就觉得是美的东西 是一种演员说不出来 那你觉得愁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心动的感觉的 肯定不会 就如果我看到这个人 我觉得很讨厌他的话 我不会跟他 就是不会浪费彼此时间 如果人家只是长得愁 你就讨厌他吗 那他除了长得愁 还有什么优点呢 如果他有其他的优点 那还有很多长得比他漂亮 也有这些优点的人 你会怎么想 成立的 录像中文字幕里面